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2年10月3日 星期一 來到下午這一節 和各位一起看看片 話說網上瘋傳一條短片 日前舉辦龍舟菜慶祝香港回歸25周年 不過期間發生意外 有一格龍舟不知為何 整隻撞到前面另一隻龍舟 差點撞跌上面的船員 據了解有片段流出 情況如何 和各位一起看看片 另邊相亦講講疫苗通行徵 有立法會議員認為疫苗通行徵的立法原意模糊不清 即是說近期的爭議 究竟疫苗通行徵應否制定一個時間表 與路線圖邁向復償 這一節和各位一起講講 另邊相亦講講香港各大最新消息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記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我們先一起看看有關龍舟徑道賽的情況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屯門龍舟徑道驚險意外 蛙艇手遭到隔離船撞到 勒慶爆粗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國慶73周年加上香港回歸25周年 屯門青山灣避風堂 日前10月2日舉行龍舟競賽 八場賽事分別在早上9點到下午1點半進行 其間發生罕見的撞船意外 一條影片在網上流傳 一手龍舟在賽事期間 高速向右撞向另一格龍舟 被撞龍舟的蛙掌手遭到撞到躺身 差點跌落海 當場路不可揭 狂爆粗口 直至到達終點仍然心心不憤 站起來粗口橫飛橫以顏色 那條片全場1分56秒 拍攝者坐在四號龍舟的船尾 拍下參賽者的競賽過程 片段初頭鳴笛一響 四號龍舟的選手 士氣高昂一邊掃拍子 一邊奮力挖船 說非常之樂力 直到約摸35秒過後 三號龍舟切入鏡頭越來越近 不斷向右移向四號龍舟 拍攝者不時挖挖的聲音 三號龍舟船頭最後撞到四號船的左邊身 坐在船尾的蛙手手當其衝 被船頭打到胸口整個攤倒 差點被人推到海 幸好蛙手最後奮力翻身 站起來大罵 有甚麼事 說粗口 拍攝者亦都加把嘴 就說拆過來 那個蛙手再度啪著 首持蛙掌站起船尾 凌著身激動狂鬧落後的三號船 由於賽事仍然進行 他又再坐下繼續蛙 救了專業 不過到達終點過後 他又站起來繼續罵那輛三號船 片尾就以粗口作結 大家看到相關報導有相關影片 說著撐著龍舟的時間 突然之間旁邊的船 龍舟的頭撞過來 還撞到船員 差點推他下海 不過他幸好 身手靈敏 於是站起來 甚至乎 罵後面那輛船 為甚麼撞過來 這樣期間粗口還飛 不過比著你 都可能很生氣 龍舟整個龍舟 把你的胸口插進去 結果這件事 就成為了網上流傳的熱話 而相關的短片 亦都是流傳當中 幸好沒有人受傷 不知道為甚麼旁邊的船 竟然是可以整個船 無緣無難向前 不知道是否失控 還是怎樣 就撐到旁邊 還撞到別人 而且這件事 亦有短片 結果 就在網上成為一時熱話 另邊商我們轉看一下疫情消息 根據AM730的報導 有關疫苗通行證 議員江玉寬子要求越來越嚴 質疑教育商 貿官員袖手旁觀 直斥立法原意已經模糊不清 說當然是疫苗通行證 報導的內文是 政府上個月30日開始收緊疫苗通行證的要求 包括將涵蓋年齡降至5歲兒童 立法會議員江玉寬子 本講疫苗通行證 在法例599L章之下的目的 是控制新型肺炎疫情三波 但是醫務衛生局局長 勞寵茂就將他擴大至鼓勵疫苗接種 防止公共醫療系統受壓 批評目的是自說自話 模糊不清 變成勞寵茂局長自製的多重目的 令到市民無所適從 江玉寬日前 災咒防疫措施在社交網站站民 提到過去幾個星期 但接獲大量市民關於疫苗通行證措施的投訴 認為數量足見政策對公眾信任的消磨 他引述自然這本雜誌 在今年7月的一篇文章指 多國政府在疫情嚴峻的時間 也曾經考慮用方法逼針 但經過審診和反覆考慮過後都沒有採用 或者只在短時間內透過 好像疫苗通行證等嚴苛的手段 嘗試鼓勵疫苗接種 他就說引述文章作者所寫 指有關政府通常都搞不清楚政策目的 是令公眾地方更安全減低感染 亦說是提高接種率 三項政策目的雖然互有關連 但都並非只能透過疫苗通行證達到 現在法例599L章表示 疫苗通行證的目的是控制疫情三波 江玉寬批評措施條件由3月疫情高峰期至今越走越嚴 又指曾經收到市民寄來的三頁投訴信 提到同樣的信件在發送給特首李嘉超過後 特首辦回應已經轉交給衛生當局處理 他引述來信市民指疫苗通行證 所涉及的範疇豉止衛生當局 質疑教育、運輸、商貿、文化、體育等官員 都在手旁觀 以上來自AM730的最新報道 就著疫苗通行證的討論都可以說是越來越多 今個月10月19日施政報告 各界在觀望復常之路 有時間表有路線圖未假 當中又包括我們用的疫苗通行證呢? 江議員說收到市民投訴 羊羊三葉子也說到 疫苗通行證是否有檢討的空間 這不只是市民 專家也有認同 疫苗通行證是否應該檢討一下就香港 復常之路大家都希望這件事好 若然香港的經濟再不想辦法的話 的確令國界擔心會否追不回過去的損失 另編商專體一則網絡頁說 根據HK01的報道 打工仔從育中學同學 驚揭Ivy畢業的薪金有四萬元 就說後悔讀大學 就說應該要考少幾分 報道的內文是 最近有位網友在年燈討論區分享 中學畢業的時間自己是極少數幾個 直入大學的人 令到他不禁有種優越感 就說以前讀家垃圾中學 整級計算我 都只有幾個人入到大學 雖然只是剛剛好 夠分讀水埔科 但那時已經覺得對比其他同學 自己是人生贏家 不過事主水埔科畢業後發現自己的收入和地位 都不及沒有讀大學的中學同學 就說 近來遇上幾個同學約了出來吃飯 講開工作收入 同學組我一兩年工作 跟我說現在在做地盤監督那類 計算OT每個月四萬元以上 以及已經買了樓 他十分懊悔當年為了讀大學而盲目 就讀了水埔科 他自己現在月入計算的花紅 都只有三萬元左右 還存在首期 不知何時才買到樓 就問為何當年不直接降多我幾分去讀ivy算數呢 網友聽完事主的遭遇 除了同情他 亦表示做工程是辛苦錢 亦有網友說 星期一至六全日在額外超時工作才會有這個數 近來越來越多的 可能年輕的網友都抱怨自己的人生 制遇 於是把自己的心路歷程寫了上網 網友就安慰他 其實你看人好 人家可能跟你說做地盤有四萬元 但都是辛苦錢 亦不是當年若然考小結婚 沒有升大學就好 其實每個人人生制遇都有所不同 鄺仔也是出來工作後才讀社工 其實都是自己的制遇自己去努力 所以很多網友都鼓勵這位事主 希望他繼續努力加油 不用跟別人比 我是鄺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 拜拜 我們下節短片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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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